被报道 恒春淹水真的淹很惨 其中车程更是淹到了有半层楼这么高了 加油站 工厂全部都泡在水里 路数跟招牌也是断的断 倒的倒 整个屏东车程就好像泡在水里一样 好了啦 我会好了啦 中天记者挺进车程灾区 风势非常的猛烈 瘦小的女记者走一步退三步 一旁的摄影记者看了都非常的担心 你不要再走了啦 灾区淹水汪洋一片滚滚黄流 还被大风吹得波涛汹涌 整条马路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地上河 民宅店家通通遭殃 一旁的路数早就被吹断了 招牌还倒塌泡在水中央 开在路上的休旅车被强风吹得无法前进 因为天平台风席台的关系 整个恒春半岛 从24号的5点台风登陆之后 就疯强宇宙 其中车程地区简直汪洋一片 冷冻工厂和加油站都淹水淹到了半层楼高 连路标都被扫落到地上 虽然天平台风已经在24号的早上7点半出海 仍然为恒春半岛带来好大雨 横王墾丁的车程桥也封闭 中天记者邱小佩 陈清顺黄伯辰SNG小组恒春报道